我最開心的做公職的生涯 四十幾年裏面 在做沙田政務專員那兩年 我相信是我事業高峰 真正可以發揮到 我覺得地區發揮的情況 空間是多很多 我們在沙田那段期間 我們放煙花 你都不知道記不記得 又夠膽做 放煙花很大件事幹 政府裡面放煙花 要走行會的批准 剛才夏頂基在做處理港督的時候 上去講了一段時間 他在行會寫了自己的建議書 行會批准了 我們說要振奮一下 還有我已經說服到一個新老闆 是八百半的來香港 那我就說 你距離來 我問他有什麼儀式 有什麼開幕 大順像你來沙田開幕 他說我們已經想好了 我們找了一些歌技 Geezer Girl 就找了馬會幾隻白馬 又入城 哇 我這樣不行 我說我們沙田都沒有 一樓一縫都沒有 整個很乾淨的地方 你帶一把 將我們香港人的感覺不同 我們香港人可能接受不了 那他有什麼呢 我們放煙花 我講煙花 我覺得煙花是最美的一次 不知城門河飛出來 遠距城門河 有些煙花 然後河邊淋出來 好像瀑布一樣 我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煙花 現在沒有這麼多機會 但一做一次之後 不要做了 成為絕向 所以在沙田很多種回憶 這個 這個小胖隊也是其中一個 主角其中一個 就真的很像你 那個扮相 他比較老 那時候我比較年輕 我那時候沙田做得比較年輕 不過他也挺像 師徒很有趣 很講祭語 而且做小胖隊在沙田 也很講祭語 首先有盧光輝校長 他對這個樣子很熱衷 覺得小胖隊 是在學校教育那種很好的 一個很好的工具 和很好的媒介 特別是懷的學生 就是比較跳脾的學生 另外第二件事有曾俊華 曾俊華 曾俊華在做沙田副政務專業幫我 對於這個小胖球特別熱衷 那兩個呢 就是兩個氣味相投 那他就來和我說哄我 不同校長說出他自己的建議 我們覺得挺有斬身意味 那他就帶我去看看 他們的小胖隊 嘗試他們的比賽 我看過之後 當堂我很動用 沙原也是小學生做的 是六歲、七歲、八歲、九歲 那些出去做的那些 打球的時候 那些爸爸媽媽 整家人出去的 你會發覺 那些有二十個沙原仔出動 就有二十家人 就有二十個露館 圍住球場 大聲叫、大聲哭、大聲喊 支持那個沙原仔 那… 咦 我覺得 嘩 這種 family bonding 是很重要的 那之前這樣 就立刻積極地看的問題 但是那些沙原仔都很震躁 真的打贏了 就很開心了 那自此之後 就是差不多三十年 每個賽者都有了 每個都有隊 現在即使在香港 有百多隊 你不知道而已 有百多隊 百多隊 有多 我想都多得 盧光輝和曾俊華、俊賢 我自己又有少少參與 和我自己幾乎衝 就促成了這件事